张大风与经纪人碧莹的飞温事件,已过了些时日,如今碧莓去留并未像之前那样屹立不倒,而是有消息传出她已经悄然离职,或许是因离开而无所顾忌,让碧莹更加大胆吐露真心。 她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包围柏格人坚明改成浪气天涯,四海为家,颇有秋风瑟瑟的小锁之感,会有这样的表达,或是因此事她已基本告别了经纪人行当,而其中包含的感情成分却又不言而喻,还未从这场风波中抽离的她,依次开小号在天涯意图自己的内心想法,将其取名为静静看着你和她,标题, 我的天空今天有点灰,一下未云完,好几天没上班了,但是这几天过得糟糕透了,吃不下,睡不着,只想喝酒,一直喝一直喝,很窝囊,很狼狈,有一肚子的话想说,但是却不能说,这还是原来那个敢爱敢恨的我吗? 是我活该吧?谁叫我要爱上有父之父呢? 哈,虽然她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,为了我们的将来,要我隐忍,要我等待,但是我真的等不下去了, 天天看着她和她很老的老婆在我面前秀恩爱,看着他们上各种甜蜜的新闻, 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对外,我心如刀割,比杀了我还难受,哈哈哈哈哈哈,我真的受伤了,什么时候你他妈才能彻底属于我? 我真的不想再看见她出现在你旁边,我知道我很自私,这辈子我只自私这一回可以吗? 我爱了她三年,也委屈了自己三年,我可以什么都不要,我只要她爱我,她说过要离婚娶我的,我还有多少个三年,以前是老女人盯着她,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盯着她,我该怎么办,我好累,真想一觉睡死过去,一了百了,通片看来, 其中的三年正好是碧莹在张大峰身边工作的时间,而全国人民的字眼,也显露出其所指,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新闻人物,因此大度网友认为,写此文者正是碧莹,他文字近乎癫狂,充满着怨念,也描绘着心中的愤怒与不满,但已无力回天,事到如今,何谈此事,真正的大赢家不是别人,正是真光亮亮红星, 此时的他怕是,可以像玄飞泪一样悠然的剪蜡烛了,为什么这么说,大家往下看,只讲重点,回到世界起因7月24日,红星发了一张全家和经纪人,助理去上海迪士尼的合照,结果被吃瓜群众发现,并的post过于亲密张单封,有了送折马容的前车之剑,网友们各个化身女特务提醒红星,小心这个女经纪人, 看起来对张单封不一般,照片发出三天后,红星的好朋友陈法荣转发该微博,结果评论却沦陷了,女合物们让她提醒红星,当晚8点53分,陈法荣就发了这段意味深长的话,就在陈法荣发完这条微博一个小时后,红星在迪士尼微博评论里说回复,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厚爱,谢谢提醒,在我老公和经纪人真没什么,或许,是陈法荣顾问此事,向红星出来回应,第二天,她就像个没事人一样,发和孩子的微博,评论里一样是催她给老公换经纪人的,当事人如此闲情,女合物们可坐不住, 诸子满气随之而来,帽衫,鞋子,手表等各种疑似情侣款,都被扒了出来,碧莹出来解释,趁很多疑似同款,其实根本连品牌都不一样,是误会,侄子亲密也是误会,在这之后,红星同发声明力挺碧莹,表示自己都清楚,碧莹所说未真,她只是个爱美的女孩,然而,除了以上的一点外, 又出现了《玉袍事件》,豆瓣里有好几位女特务截图爆料,甚曾看见顾碧莹看着玉袍出现在张大峰的房间里,张大峰房间用餐的签单,点写的是碧莹的名字,碧莹后在腾讯一线澄清,当时刚好是她在帮张大峰点单,网友到红星微博,下询问酒店一事,红星回答,因为是工作所以住酒店,而至于玉袍, 红星的回应虽轻描淡写,但足以在当时的舆论风口上引发轩然大波,她说,我在的时候,她也是喜欢找穿着玉袍跑到我们房间的,以后我会让她注意点,这让吃光群众如何接受,都穿着玉袍在明年上乱晃了,还不够严重。 红星的回应不但没让事情消停,反而愈演愈烈,张大峰转发了工作室的历史函,表示佳人幸福如初,与经纪人合作无间,一直都是表达力挺之意。 可评论里,网友们轻易色的愤慨,表示,要求张大峰撤换经纪人,之后红星张大峰联合接受新浪专榜,一直延续之前的态度,并表示不会撤换经纪人。 可最终,还是以碧莹的巧兰离职收场。 这期间,即便红星张大峰一直力挺,但全网要求撤换经纪人的舆论压力,怕是最大的催眠符,网大了说,影响一人前途,网小了说,无法与家人亲戚朋友交代,如此,碧莹的离开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。 为什么好像一切是他亲的掌控?因为红星早前就知道碧莹对张大峰有别意,去红星及张大峰前经纪人透露,碧莹喜欢张大峰。 红星一提前知晓,之后拍戏途中,碧莹还当着红星的面,将张大峰的衣服披在自己身上,让红特别无奈。 如今,红星不仅让碧莹被换下,审讯了平常镇公司小三的张牙舞爪,以全国网友的唾沫劝退,还以宽容大度为自己博得美名。 同时,张大峰因此事出力得到,还刷了大波顶级流量,就生下唯一大输家,碧莹才天天借酒消愁。 红星,魏莹都要给你鼓鼓掌了哦,红星为什么如此厉害? 你们或许不知道,她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女人,红星19岁便进入娱乐圈闯荡,要知道娱乐圈那可都是人精啊,像在圈子离婚的好。 不光靠颜值,情商和智商也是有在限低。 红星出道第一年就参演了电影《黑风客栈》,戏份颇重,之后更适合黎明、李嘉欣、朱烟等众多当红明星搭戏,还曾签约刘鸾雄。 既下娱乐公司,演技不错,颜值又过硬,红星很快便为观众熟知,在娱乐圈扎根立足。 年轻时,颜值和气质不输女神朱烟,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也是有经验低。 曾经的他和莫绍聪有过一段轰动恋情,莫绍聪,早年在香港也是红旗一时,前些年因为吸毒责的遗落千丈,当初因为和莫绍聪二次合作。 红星和他走到一起,不过两个人没正面承认,之后一问莫绍聪走到哪里,红星就跟到哪里而让大家默认两人的感情。 媒体还给红星叫根的夫人,说他跟莫绍聪根很紧,后来红星怀孕生子,莫绍聪一直未出面,而是否认恋情,孩子出生之后未取宁莫搞怜,有媒体拍到红星抱儿子出街的照片,大圆眼睛大圆鼻头实在太像莫绍聪,因此,港媒直接抱莫绍聪盖了这个私生子的章。 此时的红星,庆幸有蔡少芬,朱英,陈法荣这几个好闺蜜在一起支持,才渡过难关,之后红星和莫绍聪一直划清界限,而莫绍聪是在08年的时候才松口,承认莫搞怜是自己儿子。 09年张丹丹和红星结婚后,一直和莫搞怜保持着好关系,14年莫搞怜更是在微博公开宣布自己改名姓张,还无时不可趁张丹丹为爸爸,其他宣传。 然而,莫绍聪在16年发文,痛批红星给他泼脏水,之后,莫绍聪还联动香港明报周刊,暴恋与红星安安怨怨,其中莫绍聪提到,红星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单身,而是有夫之妇,丈夫叫黄国良,自己是被第三者的,自己收工后爱在酒店休息。 反而是红星喜欢出去玩,并说红星跟赖昌星被拍到而让两人感情,产生隔阂最终分手,发现怀孕是分手后的事。 对于赖昌星,红星已澄清过,烦倒是莫绍聪承认,自己和红星在一起时脚踏两船,更狠的是莫绍聪说红星故意阻断自己和儿子见面,还晒出两个人的微博私信佐证,是有良好沟通往来的。 这里问一句,要关系真的好哪对父子,会通过微博资讯交流啊? 为此,红星勃然大怒回应,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找过水军。 孩子的回应也都是给予礼貌的做法,而且因聊天记录被曝光,孩子觉得很伤心,被沐绍聪用了。 而张导聪这边,则是转发张丹峰的微博,希望爸爸妈妈快点回来,一家四口开开心心,网友们也立顶一家四口。 此后,别再也没有沐绍聪的回应,一个沉浸过香港的乐圈,经历男方抛妻妻子,自己坚持生子独养成人。 而后找了个比自己年纪小的老公,又能让儿子与继父的关系轻如所出,这样的女人一定不简单,一个好不容易获得美满家庭的女人。 如果这时再跳出个不安定的因素来挑战,这个女人对家庭美满的坚守,自是清楚捍卫。 至于比赢,是爱错了对象,也选错了对手。